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大使在大会发言中表示 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上 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这是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导致台湾地区参加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陈旭指出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 中国中央政府始终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 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 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了妥善安排 台湾地区设有国际卫生条例联络点 获取世卫组织发布信息的渠道畅通 台湾医疗卫生专家也能够以个人身份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性活动 仅过去一年就达到21批24人次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八年拒绝涉台天案 这充分证明一个中国原则 作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不容挑战 在世卫大会炒作涉台问题不得人心 没有出路 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 都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合大会第2758号决议 坚定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 有上百个国家通过专门制函 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 支持中方的立场 这再次表明得到多助 失道寡助 多国代表在当天会议议程结束后 受访时表示支持世卫大会再次拒绝涉台提案的决定 我们在这几个年纪的政府里面 我们的政策是我们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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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政策的政策 我们完全支持这种政策